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你有否思考应当如何执行一项事工呢? 我们是需要有智慧去执行一项事工的。 这智慧就是在困境中知道神在幕后所要做的工, 但这智慧也包括了能把事物执行出来, 而这就意味着事工的模式是很重要的。 我们所运用的智慧必须是属天的,是连贯的, 是与我们所做的事工的模式一致的。 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 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第一,保罗已经密定了他整个事工的模式, 是与他的信息互相协调的。 保罗的信息都是在讲述基督病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 因此他的事奉模式都是从十字架而塑造的。 那就是对世界的心死去, 对神而活, 而不是摆弄姿态或自我感觉良好的。 事工者如何传递他的讯息, 如何表现自己的生命和姿态, 不是显明, 就是夺走神委托他当传达的信息的真谛。 传道人的侍奉风格, 也就是他所传讲的话语, 必须有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第二, 保罗拒绝依靠智慧委婉的言语, 是因着他事奉模式的原理。 哥林多人就像古希腊罗马的其他人一样, 认为智慧必须表现出人的伟大, 而当他们能将自己与社会上的名人定位在一起时, 这就显示他们被认同, 从而获得地位和成功的能力。 这些人认为有智慧就是要有优雅的言语, 其目的和努力都是偏向伪装, 而不是借着识句, 也不追求真理。 他们的言语细腻的表达, 大大的诱惑人们的心。 这种充满人的智慧的文化体现在当时流行的言说家, 被称为诡辩学者。 各位, 我们能掌握好词汇, 并且在公开演讲中使用正确词语是绝对合理的。 但诡辩家认为真理本是不可知的, 所以他们在证明和说服之间制造了一个断开的衔接。 证明是指通过令人信服的推理来呈现确凿的证据, 从而通过有逻辑的结论来证明其前提。 另一方面, 说服与情感的反应有关。 一个人虽然没有仔细考量整件事情, 但却可以被说服。 换句话说, 人们可以对精心设计的事实论点不做出任何反应, 但却不能不对华而不实地劝说做出反应。 对诡辩家来说, 他们的言论是否真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是否有效地展示自己和说话方面的才能, 能否获得粉丝、地位和成功, 尽管他们的言论是虚无的。 如果这言说能说服人们所说的是否是真实, 其实并不重要。 论点不一定要合理, 只要它能令人信服。 可悲的是, 这种哲学理论在许多当代广告和政治演讲中继续存在着。 各位, 有责任感和真正的思想家必会同意, 如果诡辩主义在我们的文化中取得胜利, 那将是文明的没落, 因为这种怀疑主义和肤浅的说服力会摧毁它。 第三, 我们侍奉摩世必须蒙神喜悦, 并且要用圣灵和大人的名证来实践出来。 当保罗说他决定不使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时, 这并不是说他不采取考究的方式来讲道和教导, 它也不是指善用词汇的技巧并不重要。 事实上, 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四五节教导提摩太,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保罗决定在传道和教导中仔细考究, 深思熟虑。 就像他在以福所时进入会堂和犹太人辩论, 他决定不淹饰而反而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 好叫圣灵的能力在他的信息中显明出来。 我们也当学习如何让神的话的威延来约束我们, 使我们迫切地降服于神的话语所指示的事工模式。 然而,我们又怎能小心翼翼地不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要得人的荣耀, 却能将自己的光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呢? 圣经说, 人的善行是显而易见的。 若我们真心爱神的教会与祂的子民所做的一定会显度出来。 真行善的人所做的事奉, 包括所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等, 起初都不一定会得到回报, 甚至还会受到亏损。 但是,久而久之的, 周围的人也自然地会看得见, 他们就会归荣耀给主了。 所以,首先, 我们在行善时, 不要认为那么快就要看到成绩, 我们也不要为作恶的人过度的心怀不平。 有时, 并不是每个人能理解我们的眼光与做法。 但如果我们只要是遵照神的话语而行, 且将我们的信仰活在神的面前, 凡是求教会肢体的益处, 神的名必会得到荣耀, 而我们总就会得到赏赐。 第二, 因为我们的思维时常轻易进入迟钝的光景, 常常看不到神的作为和代理。 所以, 使徒保罗才会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 忠告我们说, 我们必须要刻意寻找圣灵同在的记号、 果效以及证据。 这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在事奉中 不靠圣灵和不顺着圣灵而行, 所以我们就对圣灵的感动不敏感。 我们当记得, 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是不能用任何体贴肉体或属世的智慧来参透的。 以撒亚书五十二章十节说, 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灵, 地级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 这就是说, 当我们越是舍己而刻意显出真理所塑造出来的事工模式时, 圣灵的影响力就会越加显明, 而神的荣耀就越被彰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